周三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京迎宾馆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就中日韩合作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 三国领导人就开启中日韩合作新起点达成共识 同意加快FTP谈判进程推动早日达成RCEP 三国还声明支持板门店宣言推动政治解决半岛问题 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实现本地区持久和平 深圳卫视特派记者也在会后第一时间 专访了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长韩梅来看看报道 李克强表示三国应积累政治互信营造良好氛围 三国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对于分歧也可以用东方人的智慧来管控和化解 我们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发展更高层次的合作 中方是抱着诚意和善意而来愿意 日韩双方通过三方合作来共同维护 地区稳定推动三方的发展 这次三国领导人会议的重点之一在于经济领域的合作 三国同意在当前的形势下 中日韩应更坚定的站在一起 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 极致坚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做法 要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 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引领推动制定东亚经济共同体蓝图 自由贸易是促进世界经济保持付出势头的良方 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实力是相当强的 他们合起来的经济规模应该在80%以上 那么中日韩如果真正联手的话 会东亚地区形成一体化 会带来一种转折的作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三国领导人会议就开启中日韩合作新起点达成共识 为三国经济发展与互利合作开辟了新机遇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 希望领导人会议能定期举行 为三国关系发展奠定稳固基础 李克强还表示 中日韩发展走在亚洲前列 应聚集三方优势通过中日韩加X模式 在产能合作减贫 灾害管理 节能环保等领域实施联合项目 发挥三方在装备 技术 资金 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各自优势 共同开拓第四方甚至多方市场 带动和促进本地区国家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因为中日韩三方的经济结构 和各自的优势 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力量组合 这种组合可能在开发第四方市场方面 应该说更有优势 可能更有利于在第三第四方市场的联合开发和运作 针对朝鲜半岛问题 立刻强强调 朝鲜半岛局势正在处于转环向好的重要关控 各方应顺应时势抓住机遇 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 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 要坚持对话和解大方向 中方支持朝韩改善关系 祝贺第三次南北首脑会晤成功举行 期待朝美领导人会晤顺利进行 中日韩加X模式的提法也成为外界讨论的新热点 在领导人会谈结束后 我们也参加了日本外务省的媒体吹风会 现场记者聚焦的问题之一 就是领导人会谈如何常态化和机制化 李克强中午在共建记者时也特别指出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定期召开领导人会议 引领扩大共同利益管控和化解分歧 三方还决定加大力度支持三国合作秘书处 进一步发挥在三边合作中的核心作用 全城参与了上午的领导人会谈的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副秘书长韩梅 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 把领导人会议定期化和机制化 这将有利于未来三国合作的稳定运行 这次三国领导人会谈 无论是从经贸领导合作还是人文交流 都给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期待 这次会议上也提出了 要到2020年把三国的人员往来的人数 提高到3000万这样一个目标 我觉得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 应该是非常有希望能够实现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